利维基 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明白神的圣洁 然后圣徒要怎么不侵卖主的圣洁 第十章利维基的时候 各位这里看到亚伦的儿子拿比 亚比乎格拿自己的香壶 圣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什么火 烦火 什么叫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然后什么事情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 我在清静我的人中 要显为圣 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了 各位如果你是亚伦的话 你会怎样 各位我们都知道亚伦 他是 他跟他的子孙立威主 被神分别为圣出来 来服侍上帝的圣殿的事情 多么神圣的子民 对不对 原来连凡人都不能靠近的圣殿 竟然上帝选了一个竹类 来这样服侍他 然后亚伦的儿子子孙 在圣殿随意往来的时候 刚好两个儿子 随便拿着自己的香火 好像一个无害的把戏 就烧的时候 忽然间火出来 把他们一刹那间烧成灰 你们可以想到亚伦的惊恐 甚至之后他的愤怒 我的服侍燕花上帝 怎么能够这样的对我 我的孩子 这样的就把他们的生命拿走 也没有 前面没有警告 怎么忽然间就这样 他们死掉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知道 这神的圣殿里面 圣洁的器具 圣洁的行事 这一切一切 代表圣洁的圣 神的圣洁的同在 在这个圣殿 所以这是人都不能靠近的 这个圣殿来的 但是上帝选中了凡人 你看亚伦多软弱 对不对 他在旷野造那个牛犊 上帝选中凡人 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好 乃是上帝自己选中 你们也一定明白这句话 所以上帝选中凡人 来服侍他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们 神绝对绝对 不能妥协的 不能协议的 non-negotiable的 就是他的圣洁 一定要被尊重 你们明白吗 他的圣洁一定要被尊重 所以来到他的面前 服侍他的 做这些圣事的 圣洁的仪式的 圣洁的那个火要献上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你一定要遵照 耶和华上帝所做的 自解 所以你看第八节 第八节这里说 耶和华 小玉 亚伦说 后来耶和华出现 跟亚伦亲自说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 因为这个圣洁的会幕 怎样清酒 浓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各位想到这个地步 看看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使你们可以将什么 圣的 熟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 分别出来 各位 其实做祭司 做神的工作 不是单单做事物 你们注意听 做祭司 做神的工作 不是做事物 乃是怎样 要把 圣的 熟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 要分别出来 所以如果你讲得到 是凡熟的 跟这个世人是一样的 寻人的情面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叫什么讲道 如果你做 服侍教会的 整个的心态 一直体贴自己很多里面的 那些埋怨的心 讨厌彼此的心 这些 这个东西你做出来 跟你感谢主 这么荣耀的圣功交给 我要这样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做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和你一家 这样服侍耶和华上帝 把圣的带出来 那个圣洁的果子 赏赐 就临到你和你一家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非常重要 所以甚至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 耶和华 摩西 小玉 以色列人的一切 律律 教训他们 各位 神绝对不接纳 不圣洁的服侍 神绝对不接纳 甚至烦火是激怒他的 各位一定明白 为什么上帝这样要求立位主 有哪一个族类能够做这样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黎为主呢 其实是我这样说 他们就如同旧约的宗保 你们懂宗保 宗保就是神跟人之间的 对不对 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 献祭 对不对 然后神跟这个宗保讲话 然后这个宗保告诉 摩西的律法是这样 告诉百姓 所以新约那个宗保来了 对不对 永永远远的宗保 我们主耶是基督 旧约 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 立位主 祭司们 他们是一个宗保的职者 所以宗保最重要 是要分别为神 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然后把神的圣言传给百姓 那宗保自己就随便献烦火 烦熟的心 这样自己听不到神的声音 然后这样浓酒清酒 醉醉的 连一点 dipsy dipsy 这样来到神面前 是不行的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醉这个世界 这样分心 这样来服事 是不行的 分别为圣 然后神跟他说 然后他告诉百姓 如果他神字不清 或者心里误会 不洁净 然后把神的东西 都当作很随便这样 他随便的这样传话 百姓听了 听不到神的声音 也越来越把这个神的话 当作随便 你就会看到 整个以色列民 就是慢慢这样 就会去拜偶像 就是拜巴黎神 走这个世界的路 跟外邦 清交 结婚 对不对 有这样的 整个百姓就被灭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们讲 基督徒的问题 全部都是 其实从教会的 讲台的问题出来的 这个讲台带领的人 穿着牧师袍 拿着圣经讲道的时候 但是寻人的情面来讲的 讲的都是合乎 这个世界 这个凡俗的道理 不圣洁的 其实你们都要知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呢 教会里面做的每一个事物 各位问 什么叫凡俗 我现在讲 各位注意听这句话 什么叫凡俗 我知道大家问 这里说什么 不遵照约华 吩咐的叫凡俗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话 什么叫凡俗 献凡俗的意思就是 自己没有死 的服饰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我们主耶稣带来的是什么 我们与祂同死 同死同活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们舍己 对不对 死的概念来的 十字架是死去自己的 因为你自己生来的 没有一样是好的 所以献反果的意思就是 没有死去自己的动机 意念方法 从这个世界 从你与生俱来学的 然后你来献给上帝 那种心态也好 那种礼物也好 那种观念也好 上帝不接纳 教会里面 比如说敬拜赞美 我每次讲敬拜赞美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完全 我们继续要进步 我们的敬拜赞美是怎样 我们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 敬拜赞美的人 好像立位主 分别为圣自己的生命 预备要服侍主 也不是把人带到 人的情感 你们明白吗 这个叫反火来的 反火 所以其实如果要讲的话 教会里面很多的东西 圣的跟俗的 没有分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来到教会 参加了崇拜 回去 跟这个世界参在一起 很像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样了 因为刚刚只是做了一个 很凡俗的献祭 所以回去就会这样 那你说 为什么今天没有火 从叶华上帝面先出来烧 今天出来的话 我就完蛋了 今天没有办法站在一起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 这是因为神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 做得很好 很伟大 我们讲到很多人来 不是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反思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不解禁 我们很凡俗 对不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献赐等等 我们有些动脑筋 用人的方法 就这样做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警戒我们 主啊 就怜悯我们 教我们知道 我们来到你面前 把捷径和不捷径的 要分别 我们下期见